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 还真是这样 三年后 魏巍凭借着自创的 西星大法 掌心西伊拉罐 拉动气车 成功创造了一项新的 吉尼斯世界纪录 现在的魏巍 不仅是成就了自己 也让父母在村里边 重新地扬眉吐气了 魏巍应该说 你通过练这个伊拉罐 这个西星大法 直到创造了 吉尼斯的世界纪录 整个人生是一个大逆转 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你回忆起来 还痛恨那些 说风亮话的人吗 就以前吧 到可能不太适应 但现在想起来呢 如果当时 我没听到这话的话 可能我也没有 这么大的动力 一直到现在 现在不管做什么事 我都能坚持下来 所以还是挺感谢他们的 你应该说生命当中 有不少需要感谢的人是吗 有三位老师 第一位呢 就是我在少林 教我武术的老师 责承师傅 第二位呢 就是我来到北京之后 在北漂生活的时候 然后教我学吹笛子 给我介绍演出的 南卫东老师 第三位呢 就是我现在的恩师 也是我生命中的 最重要的贵人 教我表演 给我介绍戏拍 我的恩师 刘慧老师 刘慧老师 是不是江坤老师的徒弟啊 我师父是江坤老师的大徒弟 那是我师爷 然后我是我师父的大徒弟 那我们今天把其中的一位师父 请到了现场 我们掌声有请好不好 欢迎徐德成师傅 您好 您好 欢迎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来自河南登峰 少林是31代俗家弟子 欢迎您 谢谢大家 您当时收了多少个徒弟 真正的徒弟是有几十个 学生就很多了 学生也有几千学生 这算是徒弟还是学生 算是我的徒弟 算是徒弟是吧 说是徒弟 说是您对他的印象好吗 刚来的时候嘛 在我们那个学校练舞嘛 当时我们就是 每天早上因为五点起床嘛 去练呢 跑步啊 练数字什么的 他呢好几次都是 在睡大觉 第三次的时候 我就用棍就抽了 经过教训以后 然后就自己呢 也就比较用心了 练功呢也就比较刻苦了 然后后来就开始招您喜欢了吧 经常呢叫他到我的房间呢 开个小招啊 怎么个小子 多教几招 我记得哈 因为我从那个家里面到学校之后呢 然后师父对我特别照顾 家里面穷嘛 我们那时候吃水果很不容易的 然后师父每次叫我 来我办公室一趟 然后在办公室给我整了水果 先把水果吃完了 咱们再开始练 不必你觉得从师父身上学到了什么呢 我师父呢从小教我们就是武德 除了我们练武术之外呢 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练武术 除了强身健体之外 还是就是保护自己 防身 保护家人 还要健一勇为 这些东西其实到现在来说 对我的影响很深的 师父能耐大呢 我师父啊 号称是少林边王 而且在传统拳方面 他的造诣很深 少林拳 对 让师父给我们救救本事 可以简单地给大家 理几个动作吧 好 师父您今天来了 不希望您的弟子变天下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